各位线上的法师菩萨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很欢喜今天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共修 那今天的这个日子也非常的殊胜 就是文殊菩萨的圣诞日 那我们也在今天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殊菩萨的经典 还有他的法门与智慧 那其实要先十分感恩 普化中心法师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法谷讲堂 和大家一起来共学 那在早上的时候呢 看到我们法谷山这个FB的官网 就看到今天是文殊菩萨圣诞 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欢喜 因为其实之前真的没有想到 因缘会这么臭巧 因为这个普化中心的邀约呢 其实是在蛮久以前的 我们其实没有算到说 今天会刚好是文殊菩萨的圣诞 那其实也是一直到早上才发现 然后心里就觉得 哇这个应该也是一种佛力加持 菩萨威力的加持 所以非常感恩 那也跟献上的菩萨恭喜 就是我们有这个因缘 在这么殊胜的日子 一起来修学文殊菩萨的这个法门 好那我们看到这张PPT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会觉得蛮面熟的 因为今天如果大家今天有上法谷山官网 就会看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圣诞的这个叫专辑嘛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课程 不管大家听到多少 至少有把这个上面的这一段法语听进去 我相信今天就已经十分值回票价了 那回过头来说 那其实刚才有讲到文殊菩萨圣诞 那在文殊菩萨的这个十大愿里面 我们后面会介绍 其实就有一个愿是这么说的 如果有众生供养我者 我供养他者 听受我教 我受他教 同行同业 愿供我有缘 令发菩提之心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共同来学习 互相的学习佛法 可能我跟你学习 可能是你跟我学习 互相的增长 那一起来学习这个文殊法门 就代表跟我 就是这边的我是指文殊菩萨 就代表跟我是有缘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发菩提心 那所以今天在现场的 或是在线上的法师菩萨 当我们听闻到 文殊菩萨的法门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怎么样 我们过去其实就有很深的法源 所以我们今天会一起来修学 听闻这个习圣的佛法 重点是 文殊菩萨是要教我们发起 菩提之心的 那也跟大家稍微介绍这张图片 大家应该也会发现 这个照片的文殊菩萨的这个圣像 是非常的面熟的 那这尊菩萨像是哪里的菩萨像呢 应该有很多菩萨都知道 就是其实从农残寺 在1971年 我们的冬初老人 冬初施工 在开始建设农残寺 一直到1975年 农残寺落成启用 在二楼就以供奉文殊师利菩萨 来称为文殊殿 所以到目前呢 都还供奉在农残寺的 开山农舍当中 那这个是 很感恩这个文殊菩萨 今天帮我们破题 那文殊菩萨究竟是谁 我们在很多经典里面呢 其实都会听闻到 文殊菩萨的圣号 都有他出现的身影 那文殊菩萨呢 他是佛陀的大弟子 在文殊师利涅槃经里面呢 其实就有说到 文殊师利菩萨呢 他是印度社会国的贵族 婆罗门贵族 那他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充满了殊胜之相 包括房子里面 画如莲花 然后生子金色 出现了种种的类像 那后来长大之后呢 也跟着佛陀出家学到 那功德圆满 成就菩萨生 所以成为众菩萨之手 那我们知道在 汉传的佛教里面 有所谓的四大菩萨 包括文殊师利菩萨 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那文殊师利菩萨呢 就是众菩萨之手 那也有经典 有讲到说 文殊师利菩萨呢 他是从东方 或是南方世界的佛土来的 那为什么会来到 娑婆世界 其实就是要帮助 释迦摩尼佛 宏化而来到我们 这个娑婆世界 他被称为 三世诸佛之母 所以原来 文殊师利菩萨 他是在过去 就已经成佛了 所以在 我们可以看到 在首刃研三昧经里面 就讲到说 在过去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僧其解 于此南方 有国民 地平如掌 有佛民 隆种上尊王佛 指的就是 文殊师利菩萨 在过去 他就已经成佛 那现在呢 在样觉摩罗经里面 其实也有讲到 现在 有佛 名欢喜障 摩尼宝基佛 即是文殊 那在未来呢 未来世界 在大宝基金里面 也讲到 他 在未来 当会成佛 称为 普现如来 所以其实 文殊师利菩萨 他虽然化现 菩萨生 可是他 早已成佛 而且在经典里面呢 就是称他为 三世诸佛之母 为什么 因为具备有 大智慧 以及大菩提心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文殊师利菩萨的 一个造型 我们一般看到 文殊师利菩萨的造型 是什么造型 通常他都会怎么样 手持什么 金刚王宝剑 那这个金刚王宝剑 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代表 菩萨的大智慧 这个大智慧呢 他就能够 帮忙我们 斩断一切的烦恼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 打禅气 尤其是在 话头禅气的时候呢 圣言师父 每次讲到 这个话头禅的 这个用法 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这句话头 就好像什么 一个金刚王宝剑 当我把这个话头 提起来的时候呢 就把我 一切的妄想杂念 怎么样 全部斩断 然后只有在 这句话头上面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当我们有 这个空性的智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原来我的烦恼 我的念头 都只是怎么 如幻如画 它是不可得的 那我们要做的 只是怎么样 把它放下 不要再去追逐它就好 所以其实这个在 禅气的时候 尤其是话头禅 师父就会 常常告诉我们 这个话头就好像一把 金刚王宝剑 为什么 因为它 所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像文书施利菩萨 这个手持 金刚王宝剑的意义 是一样的 是代表一种 空性的一种大智慧 那再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造型当中 一手持金刚王宝剑 那一手呢 会持清净的莲花 那清净的莲花上面呢 通常都会放着一部 般若心经 代表的是 这是一种非常 清净的智慧 清净的般若智慧 那所以也难怪 这个文书施利菩萨 它被称为是什么 代表智慧第一的一个象征 再来看看 文书施利菩萨的坐骑 通常是骑胜着 一只很威猛的狮子 这个狮子呢 其实在 在印度 在佛陀的时候 常常会以狮子吼 来代表 这个佛陀 转法轮的一种威力 那这个狮子 所以这个狮子呢 它也代表了 这个威猛 然后无所畏惧的一种 智慧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下次看到 文书施利菩萨的 这个造型 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其实它每一个都有 甚深的含义在里面 那这个是 简单为大家来介绍的 那这个是 文书施利菩萨 除了我们一般 常常称念的是 这样子的翻译之外呢 它也有其他的 不同的翻译的名称 如果只是用音译来 声音来做翻译 它还包括什么 慢书施利 文书之利 那比较少见的可能是 慢足施利 那以上都是 文书施利菩萨的翻译 那如果是从意义上 来翻译它的话 就往往会翻成什么 妙吉祥 妙德和妙音 或是妙音 这几种 都是代表 文书施利菩萨 它的一个功德 还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们前面刚才有稍微提到 文书施利菩萨的愿 就是一起修学这个法门呢 都会另发大菩提心 那其实我们知道 每个菩萨都有 每个菩萨所发的 别愿和通愿 通愿我们知道就是什么 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段 法门无量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成 这个是每位菩萨 以及成佛都会发的通愿 我们称四红四愿 那每个菩萨 它也都有它的别愿 个别的愿 那我们看文书施利菩萨 它的愿是什么 其实也是散落在 各个经典中都有提到 包括像我们这边看到的 是从千波经里面 所揭露出来的 那因为在千波经里面 它的原本的文字 是比较长 所以这边有做一些揭露 我们来看看 这边讲到的是 文书施利菩萨的十个大愿 那在看文书施利菩萨的 十个大愿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 所生三界 或我做他做 随缘受化 就是菩萨发愿 他度化的众生呢 没有任何的时空限制 是广大一切法界的众生 接着呢 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来看文书施利菩萨的大愿 第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个 框列出来的 我们在看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 它的共同点 有没有发现 共同点是什么 是对我好的 还是对我不好的 对 这上面说的 都是对我不好的 怎么样 若有众生 毁伴我 称会我 杀害我 行害杀害我 等等等等 或者是 若有众生 爱念我生 欲心见我 就是用不亲近的心 来靠近我 或者是 若有众生怎么样 欺瞞于我 对我有怀疑 或是 妄压于我 狂妄于我 乃是 毁谤三宝 嫉妒贤良 欺狂 一切 种种不散 这些看起来是 不好的 对我不利的 那菩萨发的愿是什么 文书菩萨说 虽然对我不好 但是 他跟我怎么样 有缘还是无缘 有缘 就像 对我们不好的人 一定是跟我们怎么样 有互动 有因缘的人 不然他根本对我们 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文书施利菩萨说 这些人怎么样 与我有缘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去 想想看 我们身边 或是我们生活中 有没有碰到 这样子的心情 不知道 有没有被 可能被重伤过 或是言语伤害过 甚至被毁谤 被人家侵蚀 然后被怠慢 甚至被怀疑 被压迫 被不尊重 甚至在第四条里面 还有什么 取我的财物 就是把我的东西拿走 这些呢 看似都对我不好 但是菩萨说 这些也都是 与我有缘的众生 然后呢 菩萨对他们 所发的愿是什么 另发菩提之心 所以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也可以学习 文书施利菩萨一样 我用一个祝福的心 然后呢 祝福他 既然他 跟我有这样子的接触 不管这个接触 感觉是好的 不好的 我们就是彼此 有缘的众生 那我祝福他 也能发起菩提之心 有智慧的菩提之心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 文书菩萨的大愿 那我们再看 第二个部分 第二组被匡列的 是什么 对我好的 还是对我不好的 是对我好的 我们来看看 在第二组里面 有讲到 这边讲到的是 就是刚才 我们前面一开始 有讲到的 如果有众生 供养我者 我供养他者 就是我们互相的帮助 也许是指 互相的布施 互相的支持 也可以 因为这个供养 我们知道 不是只有财物的供养 还有什么的供养 还有法的供养 法的布施 还有语言 包括像爱语的 柔软语的 这样子的一个供养 或者说 这样子的一个布施 那这个是 对我好的 还是对我不好的 对我好的 那还有呢 听受我教 我受他教 我们彼此会怎么样 讲互相教话 好像有点点太严肃 但是我们可以说 例如我们在道场里面 我们会互相的增上 互相的 把我今天 我听闻到什么佛法 听闻到哪一句法语 我觉得很受用 我跟你分享 然后呢 你也跟我分享 我们这样子 互相的分享 那这样子的话呢 同行同业 我们一起走 走什么 走这个菩萨道啊 走这个修学佛法的道路 同行这样子的一个善业 那这样子的人 跟我是有缘 还是无缘的人 这时候大家就很肯定 是有缘 我们是互相有缘的人 那和我这样子有 这样子这么好的 善缘的人呢 那文书施力菩萨也说 愿我怎么样 与他有缘之外 也是另发菩提之心 所以看到这边呢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子不管是好的 或是不好的 我们都是祝福 以及希望对方跟我一样 发起菩提之心 那如果想到这样子的话 发现一个对我不好的人 当我心里能够祝福他的时候 其实自己心里的烦恼 会不会比较少 一定也会比较少 因为就少了什么 少了称恨 少了种种其他的抓取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我们所看到文书菩萨的大愿 那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第三个部分看到 我觉得是很感动 第三个部分我们看到 所框起来的是 文书自立菩萨的愿 不只是好像身边有缘 或是好的或是坏的 还包括什么 曾经因为做过种种的恶业 而堕在地狱中 我有初期 这是指什么 无间地狱了 堕在无间地狱的众生 还有什么 最后一个是 如果有众生 众之身心 我慢共高 那等等的租罪呢 也是堕入了阿比地狱 甚至轮回在六道之中 在生死之中 不断的轮回流转 造了种种的恶业 入了种种的恶道 那我一样怎么样 与他是有缘的人 我一样希望跟他能 同行善业 同行佛道 然后随缘变化 这边随缘的变化就是 我也许这个文书菩萨 他就以不同的身份去度化 不同 我们说不同 这个恶道种种的众生 就是随缘变化 以他的善巧方便 如果 这个跟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有一段愿也很像 因以佛生得度者 极限佛生而为说法 乃至于 因以畜生生而度者 极限畜生生而为说法 所以其实菩萨的 这个愿心呢 其实都是非常的雷同 都是广大无边 那对于 所以第三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说 文书菩萨对于像 对于五间地狱 或者是轮回 恶道的众生呢 也是发愿 要去救度他 令得出其 出离 而且也是说 这些众生 与我怎么样 也是有缘的 我一样发菩提心 求无上道 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 文书施利菩萨 他的大愿 最后再 又讲到 如果有众生 当于我法 若我有缘 若我无缘 同我大愿 这边就是总结 前面的十大愿 不管是 这个有缘 不管是好的缘 或是不好的缘 或是我们是 根本都没有接触到的 那都跟我一样 同我的大愿 只要愿意发起 跟文书施利菩萨 一样的愿呢 文书施利菩萨 都愿意与 其神力加持友情 令罪够消减 得入菩提 诸佛胜果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文书施利菩萨的 法门 受到这么多 修行者的推崇 那我们后面 其实也会讲到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当 想要修行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心静不下来 或者是 想要坐下来 听文佛法 又会有种种的 因缘出现 可能临时要出门 处理事情 可能电话打来 又不得不接 其实好像就会有一些障碍 让我们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 去听文佛法 或者是 或者是去当义工 修福修会等等 那其实可能都是我们在 当我们发起这个心的时候 就也看到 我们的障碍容易出现 那怎么办 一定要我们这个障碍 消了 烦恼消了 其实我们对法 才比较容易入心 那在这过程当中 也才会比较容易顺利 那这个文书 施力菩萨的 这个慈悲就在于 他愿意以他的 威神力加持 然后让我们这些 反复众生的 罪够消灭 然后也能得入 在菩提道中 一起来修学 佛法 所以其实 我们看到 任何的法门 不管是观音法门也好 地藏法门也好 文书施力菩萨的 法门也好 甚至我们说 禅修的法门 念佛的法门 在种种的法门呢 其实它都是一个方法 那在法门之中 都会强调 共同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 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 发现自己 种种的 障碍的时候呢 其实 我们要 怎么去让自己 这些烦恼 削减下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削减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忏悔 那这个我们后面 也会再提到 所以这个是 任何法门都会 共同遇到的 当发现自己的 障碍出现的时候呢 烦恼出现的时候 其实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生起一个 惭愧 忏悔的心 因为常听到 忏悔得安乐 当我们心真的 安定下来了 沉稳下来了 我们对法才有可能 会更深入 才会是 比较清净的 那这个是 在千波经里面 我们所揭露出来 文书施力菩萨的 十个大愿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 在华严经里面 华严经里面呢 我们则看到 文书菩萨 他的愿力怎么样 广大无边 无有修习 就是不会说 今天 这个我们都说 出发心和勇猛 然后做一做怎么样 我累了 我要修习一下 那这个 文书实力菩萨的大愿 他就是 祈愿无边 无有修行 为诸佛之母 为菩萨的导师 那怎么帮助这些 要学习的人呢 就是 令助圣生的智慧 然后帮助他们 见到诸法的实相 才能达到 究竟的解脱 所以文书菩萨 他的愿 就是怎么样 要帮助 修学的菩萨 能够见到 诸法实相 那其实 诸法的实相 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一直去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话头 把它提起来 那我们后面也会 去慢慢地了解 但我们讲到的 可能只是文字上 可借着文字上的引导 我们一步一步去 去了解 去认识 什么是诸法的实相 那第三个 所举的经典呢 是来自于 大宝基金 里面所讲到的 为什么会举 这一部经里面 其实在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很多经里面 都有提到 文书菩萨的大愿 除了刚才的 十大愿 以及 为众生 众菩萨的 导师的愿 还有就是这个 我于来世行 菩萨道 无有其限 其实对这句话 自己看到的时候 是 很感动的 虚云老和尚 其实也有说过 他在丁宁修行的人的时候 也讲到说 我们修行一法呢 修行这件事啊 容易 说要容易嘛 也很容易 说它很难嘛 也很难 那容易在哪里呢 容易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 放得下 然后信心坚固 发起一个坚固心 和长远心 就可以成功 这个是他容易的地方 可是这个容易 对我们来说 容易不容易 这个容易对我们来说 也不容易 例如 最后一句讲的 要发起长远心 我们都要 勇猛心一发 但是长远心怎么样 真的很难坚持 那 其实我们回过头 去想想说 我今天 我从接触到佛法 走到今天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子 是走过来几年了 有的人可能刚接触 那有的可能 五年 十年 甚至可能更早的 跟师父 就跟着师父学习 到现在可能 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 甚至更久 去回过头来 显示我们刚接触 佛法的那一种 那一种欢喜 那一种喜悦 我们现在 听闻到佛法 是不是还有 这样子的欢喜 这样子的喜悦 那为什么我们 接触到佛法 我们 尤其是一开始 接触的时候 我们觉得 什么都可以放下 可以把我所有的 空闲时间 假日的时间 都愿意到道场 来发心 来做义工 都有一种 一种初发心的纯真 和初发心的勇猛 但是这样慢慢走下来 再回头看我们的初发心 有没有改变我们的初衷 可能有 可能没有 有的可能是怎么样 越来越精进 那有的呢 有的精进到 已经是 它就像生命的部分 所以 走起来很自然 就是自自然的 就在这个道场里面 持续不断地下去 那有没有夭折的 有没有碰过夭折 大概在线上 线上聆听的 就不是夭折的 但是我们可能 也会碰到 可能我们在 来当义工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 我们身边的一些 碰到的人事物 觉得怎么学佛之后 好像没有被保佑到 也是有这么多的挫折在里面 也是有这么多的 境界烦恼在里面 然后家人对我也 还是不谅解 会大小声 我们还是会碰到这些挫折 那有没有就因为这样子 就放下了 这个放下是指说 就不见了 那其实 要讲的是 我们学习佛法 重点是要学什么 佛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智慧 那我们听闻佛法 听这么多 或者是我们来出坡 来当义工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听到的法语也好 或是我们过程中 体会到的都好 其实 这个目的呢 都是帮助我们去用不同的视角 来看待我们的环境 或是看待我们的烦恼 所以我们会 我们会听闻这些句子 包括说 举例来说 我们可能会听到说 在心经里面讲到 观 我运皆空 度一切苦恶 我们可能听听听 它只是一个文字 可能只是一句话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听入心了 然后我就是 以这样子的角度去 看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 今天当义工 好累哦 腰好酸哦 或是心好疲倦哦 又被K了 又被骂了 心觉得很累 可是去想想 这个五蕴皆空 其实这个身心的变化 它都是不断在改变的 说身体累的话 其实睡一觉起来 第二天又是怎么样 又是生龙活虎 那觉得心很累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 找个人谈一谈 或者是 只是让自己 单纯的沉淀下来 有时候觉得 那件事情也没有 这么障碍自己 那个烦恼 其实也不是 真正的烦恼 这时候我们就是代表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佛的智慧 去佛的角度 去看我们所面对的事情 那所以 这个才是我们去 修学佛法的时候 要掌握住的核心 好 那我们 拉回来 那就是回到说 其实看到我与 来世行菩萨道 无有其限 这句话就 很有感触 包括自己从 接触到佛法 然后 进入僧团 这么长的时间 也会有 自己也常常会有烦恼 这样子七七复复 那有时候其实是 回到当初 其实我修学佛法的时候 那个发心是很单纯的 或者是有时候是看到 有些法师的身影 或是我们菩萨的身影 是被他们所感动 那因为这份感动 就是让自己的心力 又可以怎么样 提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 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有 同修伴侣 要有所谓 同心菩萨道的这些 同参道友们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有时候一个人 心力提不起来 可是呢 有大家的力量 这样推着一起走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有时候 虽然是被拖着走的 那也是怎么样 也是在走啊 那我就记得 有一句话就是 一个人 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群人 可以怎么样 走得很长远 所以我们要 就是以重靠重 那这样子 我们在这条路上 才可以真的是 走得比较 长长久久 所以这是看到 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很感动的 一个地方 所以看到 文书菩萨呢 他 对于行菩萨道 这件事情 他的愿心是 没有时空的限制的 没有时空的限制 也觉得这个是 我们可以一起来 学习的地方 那在文书 施力菩萨的 法门的特色 又是什么 这边是从 应顺老师 他在初期大圣 佛教之起人 与勘展里面 就有 有提到的 关于文书 施力 法门的特色 说到 世尊的说法 世尊的教化呢 都是依照众生 现前的身心 从 运 促 界 缘起 就是 次第的 引导 去入 让众生呢 有一个 一个好像 鬼则可以走 那文书施力菩萨呢 他则是 依据自己 体悟的 圣意 法界 解脱 直接的开示 让人 当下误入 所以他的风格 常常在 语言的表达上 或是 行动上呢 是会 促使 对方 反观 因此 这个 表达都是 很特别的 那其实 看到这一段 的时候 这个 体悟的 圣意 在语言和 行动上 这个 比较特别的 一些手法 会让我们 想到的是什么 中国禅宗的 祖师 常常会有 伴赫 等等 这样子 帮助 弟子呢 去 反观 而得到一个 误入 的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说 教学的风格 这个是文书施力菩萨的一个 在教法上的一个特色 那 这个教法上的特色 其实有蛮多的故事 可以举的 那我们来看看 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代表 这个是 在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 文书施力菩萨 藏剑 杀福的这个 典故 这个公案 那在大宝经济里面呢 其实有 这样子一个故事 在法会里面呢 有五百位的弟子 他们很认真 在修学 那他们的禅定功夫呢 也很深 已经修正到 所谓的四禅天的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也有种种的神通 那对于 红尘俗世呢 也都怎么样 不会受到干扰了 但是 就会 在这个 定静的过程当中 在定静中 见到 自己过去 累世 所造的恶业 原来他们在 过去世当中 可能 也犯下过 杀父母 杀母 杀阿罗汉 或是 回塔坏事 种种 这样子 我们说 五无间罪 那犯了这样子 几乎是 入无间地狱 无有出奇 那因此呢 这些五百位弟子 在定中 所见到这些 过去自己 所做的 犯的错误的时候呢 心里怎么样 感觉到 非常的 恐怖 觉得自己 怎么会 做错了 这么多的事情 那所以就 自己把自己 卡在这边 没有办法抽离 就没有办法 再更深入 在这个 佛法的 这个修正体会上 那在场的 佛陀呢 和文殊 施力菩萨呢 他们都 清楚地 了知 这些弟子们 他们的心结 在哪里 所以这个 佛陀和文殊 施力菩萨呢 他们就 很有默契地 配合了 这一场的演出 那在讲 这个演出之前 其实我们也可以 应该大家都 有印象 文殊 施力菩萨 他似乎 常常 与 这个 佛菩萨 做一些这种 很特别的 这个演绎 包括像什么 维摩节经里面 大家应该是 印象最深刻的 跟这个维摩节 居士呢 演绎了一段 什么 不恶法门 那在这边呢 文殊施力菩萨 是跟佛陀 演绎了这个 藏剑杀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 情境出来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那回过头 讲到 文殊施力菩萨 和佛陀 他们知道 这些弟子们的 心结在哪里 因此呢 很有默契 文殊菩萨呢 就从他的座位 一要而起 然后手上 就拿着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的造型 其实跟这个典故 有关系 就拿着一把利剑 就一步一步的 要走向佛陀 要怎么样 要砍杀佛陀 哇 那这不得了了 我们知道在 五无间罪里面 最重 有一条就是什么 出佛升血 那这个不得了 然后大家就 被 看到这画面 如果你在场 你会有什么感觉 会吓一跳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种 大逆不到的行为出现 因此 这场大众就吓到了 这个吓到是什么 就马上大家都把 这个注意力 就放在这一幕 佛陀和文殊 施力菩萨之间的一些 故事上面 情境上面 这时候佛陀就对文殊 菩萨说 辱助辱助 你不要再过来了 不要再过来了 不要 就是助手 不可以做出这样子 一个不好的行为 不可以害我 如果我被害呢 一定是 为善被害 一切现象 以及人我呢 都怎么样 都是如幻如化的 但是因为 你的现在心中 就是有了 我的这样子的 一个执着 又是起了 这样子的杀意的时候 你就是怎么样 犯了这个害 为罪 那这个五百位弟子 他们本身就 其实就是 立根的弟子 已经是有所修正 有很大修为的 其实看到 这一段的演绎的时候呢 当下他们就 明白了解了 一切诸法 稀如幻化 其中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寿命 或者我们说 无受者相 这就 这有没有听起来 很耳熟 其实就是 金刚经里面 所说的 无我 还有呢 无众生 无受者 无人 这无四相在里面 原来 这个无是怎么 其实都不可得 因为因缘也一直在 不断地变化 都是不可得的 所以无有逆者 也无有作逆者 那怎么会有 所谓堕落 这样子的一个 出现呢 所有的法都是 和和 积聚 而给他 一个假名 所以决定成就 其实这个都是 一个假司舍的名字 不管是 佛 法 生 这样子的散法 或者是 刚才我们说到 种种的 罪 罪恶的这些 种种的作为 其他也都是 如幻 如化 妄想颠倒 不可得 那五百位弟子 看到了这一段的演义 听到佛陀对文书 施利菩萨所说的时候呢 当下就体证到 罪性本来空极 原本 刚才一直很 对于自己犯的过错 感到很 忧悔的 也很困扰的呢 就怎么样 就放下了 其实 回过头来看 我们自己 我们其实在 这一生里面 我们或多或少 我们都 曾经犯下了 许多的错误 但是其实 我们当下 能把握的是什么 就是知道 我们犯的错误 我们不会再犯 起忏悔心之后 我们不会再犯 然后当下 我们可以 做什么 就做什么 就是把握 我们现在 当下的因缘 我们去修复 修会 这个才是 我们可以把握住的 如果我们一直纠结在 我们过去 曾经犯的 错误的时候 其实就会 很像祖师所说的 是谁俘虏 是谁绑住了你 所以这些弟子们 他们也都是 大 就是 立根的弟子 听到这句话 就当下 体悟 罪性本空 那其实我们在 参加种种的 忏悔的法门 不管是 梁皇宝忏也好 或者是 我们说 大悲忏也好 在这些忏法里面 我们透过 这些事项上的 所谓的试忏 我们终究去 体证到 这个 所谓理颤 这个理的部分 就是 罪性本空 所以有一句话 什么 罪由 新起 是不是 由新造 那其实 这一切也都是 幻化的 因此 当我们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把握我们当下 可以做的 过去的什么 它就是过去的 我们就是把它 承担下来 所以前面 有讲到说 包括在讲到 文殊师利的 大院的时候呢 有讲到 文殊师利菩萨 他会去 帮助 在恶道的众生 然后也会 让他们的 罪够消除 那这个 罪够消除呢 不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 罪 交给了 佛菩萨 请佛菩萨 帮我们把这些 罪业 消除掉 而是怎么样 我们去 体会到 罪性本空 而我能做的 只有怎么样 把握我 当下的 因缘 把握 我还知道 要来 听闻佛法 把握 我当下还知道 要来 修复 修会 就是把握 当下的念头 把握当下 自己可以 成就这些事的 因缘 去 尽力的做 而不是一直 纠结在 过去的 烦恼 障碍之中 那 如果能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 在这条路上 就会走的是 比较 比较踏实的 所以这边 讲到的 罪性本空 要 回过头来 我们互相 提醒的就是 在这些过程 我们在 想要修行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 我们是要 先有一个什么 惭愧心 就像这个 故事 藏剑 沙佛的故事里面 这个五百位弟子 他们也是 掀起了一个 惭愧心 他们也是看到 过去是自己 造了这么多的恶业 沙父 沙姆 沙阿罗汉 等等 这些这么大不尽 这么大的恶业 他们心中怎么样 非常的惭愧 非常的 懊悔 那重点是 是他们真的 有起这个惭愧心 然后呢 再经过佛陀的教化 帮助他们 化解这个心结 放下 然后真正 体正到罪性 本空 那心踏实的 忏悔 得安乐 继续往前走 那所以其实 我们要把握的 也是这一点 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好像 好像 还可以 但是 发现到我们的一些 可能会出现 身与异业的错误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办法 及时地停下来 然后及时地 惭愧 忏悔的话 其实我们的路子 是会越走越偏 那如果相反的 我知道我自己的错误 可能是个性上的一些缺失 或是可能 一个跟人语言 行为互动上 不是很得当的地方 如果我当下 承担 承认 对 我刚才做的 这种处理方法不好 我刚才说的话 不好 或是真的当下自己承认 我刚才的起心动念 真的很惭愧 我真的有起了一个 争夺的心也好 我真的起了一个 嫉妒心也好 我真的从心里承认 我的这些错误 先把这些承担下来 我才有可能去转化 我这样子的障碍 转化的方式就是 惭愧忏悔的法门 就是真的起了这样 忏悔的心 那这个 他才有办法消融 我们不管修学任何法门 才有可能继续地会 往下走 这也是刚才前面提到 的部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罪业并不是 佛菩萨帮我清空 而是我们自己怎么样 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努力 自己要有自己的努力 去消融 然后去提升自己 这个是文书 施利菩萨的法门 刚才讲到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会有一些 让人很出乎意要的语言 行动 来帮助这个学生 或帮助受教化的人 得到一个启发 那这个藏剑沙佛 就是一个 很好的公案例子 那其实在禅宗祖师的语录里面 也有许多跟文书施利菩萨 相关的这些公案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所以也难怪这个 应顺长老 他在讲到文书施利法门的时候 其实后面也有讲到 那现在要看 就是要看到 后世要看到这样子的风格的 大概只有在禅宗祖师的身上 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除了我们汉传的 这个汉传佛法的四大菩萨 其实文书法 施利菩萨法门 对藏传佛教的传承来讲 也是非常的殊胜的 那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 那叫慈咒的法门 我们知道这个文书施利的 这个五字心咒 五字心咒 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要 满一切的愿 那这个五字心咒呢 它的出处去查了 分别在这个金刚顶经余节 文书施利菩萨法这篇经 还有千波经 这两部里面都有讲到 文书施利菩萨的咒语 那慈咒的法门 汉传佛教有没有慈咒的法门 有啊 也有慈咒 也有念佛的法门 其实借着这个慈咒 或是念佛的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心里 有很明确的所缘 而得以安住在 这个法门上 让心可以安定下来 但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是 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意义 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这边就是把它的意义 把它找出来 让大家了解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金刚顶经的 于其文书施利菩萨法 或是千波经里面 它对于每个字的字意 它都有蛮清楚的一个说明 那归纳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代表文书施利 它的菩萨的法门 是一个空性智慧的 大菩提心的法门 所以都有提到什么 菩提心的意义 还有不舍众生的意义 那也有代表什么 无自信意义 所以也有不生不灭 这种清净空会的 法门特色在里面 然后去了解 这个第一异地 一切法 无自信 然后平等 不可得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 不恶的法门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在事后 去做比较深入的了解 那这边只是 让大家明白说 文书施利菩萨这个法门 其实在汉传 藏传的传承里面 都是非常的殊胜重要的 那如果要再更深入的话呢 那其实这边 我们也可以参考 有以下的经典 那跟文书施利菩萨 相关的经典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主要的依据是 这几 应顺长老师列出 这几部经典 那其他有出 可能是文书施利菩萨有出现 但是并不是主角 那个我们就没有在里面 主要是讲到法门的部分 有举了这几部的经典 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有提到 大家应该想到文书施利菩萨 第一个想到的经典 其实会是什么经典 大概就是维摩结晶 那除了维摩结晶之外 欧密陀经有没有出现 文书施利菩萨的名号 有啊 也是与会大众 还有呢 法华经有没有 法华经也有 还有很重要的 华言经里面 华言经里面呢 文书施利菩萨 告诉了 善才同志啊 你要去五十三餐 去广学一切法门啊 所以是这样子的指导 让善才同志 他去怎么样 去参访五十一位的诸大善之士 那再来还有什么经典 刃言经 刃言经里面很重要啊 刃言经 文书施利菩萨呢 就是受了佛陀的旨意 然后怎么样 去把阿难还有摩登前女救回来 带到佛陀面前 然后开演了刃言经的大法 所以其实 我们会发现说 真的很多经典里面 文书施利菩萨都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 就是什么 佛陀智慧的一个象征 所以难怪说 它是四大菩萨之手 代表就是一个 很清净圆满的智慧 好 那到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张海报 其实我很喜欢这张海报 因为 一开始呢 在跟这个 菩花中心法师在 接触的时候 法师说 想要分享什么 其实是想到 只想到文书施利菩萨 的这部经典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部经典 其实是 也是因为当时在 因为一直有一个问题 是自己想要去了解的 就是 到底什么是 波罗的智慧 那这是一个 所以当时 可能在看的书 就是跟这方面有关的 就是很想去 厘清 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一开始 到 到最后 所以一开始到最后 是指说 阿汗里面怎么讲 那一直为什么到后面 这个我们说 中国 这个圆顿的法门 为什么会是这样讲 到底它的这个 这个演绎的过程是什么 它的 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或是它的 诠释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一开始是 因为这个 想去了解 然后开始看这方面的 数 再来就是 第一次听到 这部经典 文书施利所说 摩赫波罗 波罗秘经 其实是在参加 念佛禅期的时候 听到的 因为其实这部经典 是有一点点冷门 因为波罗系的经典很多 大家最耳熟能详 最熟悉的就有什么 心经 对 还有呢 金刚经 对 那心经和金刚经 就是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那其实 自己会选这部经 第一个 其实自己的方向 也是想 去多深入了解 波罗系的经典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念佛禅期的时候 听到师父讲 哪一段的时候 有参加过念佛禅期吧 或是 念佛禅期的这个开示 其实有收入在 圣言师父教净土法门里面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翻 就讲到一行三昧这一段 那当时听进去 也会好奇说 因为知道师父只讲 这个文书波罗经的 这其中一段 那前面 这个经的前面讲了什么 后面讲了什么 就也会有这个好奇 所以就会想要去了解 去整部经 他到底在讲什么 那再加上这个 普化中心法师的督促 就觉得也很幸运 就选到 就是跟这部经 也是有 也算是 也牵上一点点缘分了 好那 选了这部经典之后呢 其实我很喜欢的是 这个普化中心 所下的这个标题是什么 降服一切烦恼 看了就觉得 好像 读了这部经 就不会有烦恼一样 这么简单 就觉得太好了 这个真的是 就是蛮智慧票价的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文案里面 其实我都觉得 这个文案 就代表了整个 文书施利波罗经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 内涵和宗旨 就讲到 烦恼像什么 双路 然后呢 日出像智慧一样 太阳一出来呢 这些烦恼就没了 那因此 我就开始看 这些文案位觉得 也蛮有启发性的 所以 也帮助我可以去 从这样子的角度 去切入 了解这部经典 那既然是想要 降服一切烦恼 因为我就发现 有些菩萨和法师 看到这些 看到这个文宣的时候 就说 哇 好棒哦 那我要听你讲 怎样子可以让 这个烦恼怎么样 不见消失 然后 我听了之后 就觉得 糟糕 然后说 然后我心里也想说 我现在也很想 让这个烦恼消失 那所以我们想说 那 既然要降服一切烦恼 我们首先其实就要知道说 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就像前面刚才第一章的PPT 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 这个法谷 FB上面的 就是那段法语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 察觉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所以我就想 那我们的烦恼 既然要降服一切烦恼 那烦恼的相貌是什么 波罗伯的相貌 又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先去知道 我们才会知道 怎么去面对这个烦恼 所以 我们可以继续地往下看 我们要降服一切的烦恼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去知道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去 降服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那烦恼的相貌究竟是什么呢 刚才说到很喜欢这张海报的原因就是 我们看海报的这个图片 这个烦恼的状态就像什么 我们的脑袋里面 好像有一团浆糊一样 一团纠结在一起 理不清那个是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降服它 我们就看第二个这个积木 就是把它 把我们这个烦恼翻转 从烦恼变成什么 菩提智慧 般若智慧 所以这个灯泡这个光明呢 它就是象征着我们的智慧 去翻转我们的烦恼 那烦恼是什么呢 刚才讲到 在经典上的比喻也是这样啊 烦恼如霜如露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 这个叶子上结了霜 结了露 那我们看到这个霜 或是看到这个昭露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它会不会永远是 这样子的状态 不会对不对 它原本不是这个状态 因为可能温度的关系 气候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原本是水分子 然后凝结成霜 而且这个温度呢 依照这个下降 这个程度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霜 有的是露 甚至有的会是什么 是雪 是冰 等等 这个因缘都不一样的 但是它会不会永远是 这个状态 不会 当 因缘改变的时候 它的状态也会改变 那最大的因缘 我们看到 如果是 我们刚才说像智慧 智慧比喻成日出 智慧的相貌像日出一样 当这个日出之外 它就好像一个因缘 很重要的一个 翻转的因缘出来了 那就会改变这个烦恼的相貌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烦恼的相貌也好 看到这个烦恼解脱后的相貌也好 其实都是什么 缘起的 就是烦恼也好 或是任何的现象也好 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例如这个霜 我们看这个图片中的霜 必须有这个叶子 这样子呢 这个霜 这个水的成分呢 水分子 好像还有一个附着物 可以附着在上面 同时这个温度的条件 要有 再来 再往前推 为什么会有这个叶子 让霜可以附着在上面 这个叶子有它成长的因缘 这个树木有它成长的因缘 阳光 空气 土壤 水等等 所以在这一刻的当下 条件和合成熟的当下 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样貌 所以任何的现象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和合而有的现象 它是怎么样 它不会固定不变 它会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它的本质是 不会恒常不变的 它的本质就是空的 因此我们说 它本质是空的时候 并不是说 没有这个现象 而是说 这个现象它会 随着 因缘的不同 而会有所改变 那其实 我们的烦恼 是不是这个现象 我们的烦恼 其实也是这个现象 从远一点的来看 我们小时候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 想要快快长大 对不对 那当时会觉得 想要快快长大 或是觉得 没有成为大人而烦恼 是因为 不知道 我其实随着时间 我就会长大 等到 长大了之后呢 烦恼什么 回到小时候真好 那就代表说 那这样子的烦恼 当然是比较轻微的 可是也看得出来说 其实当我没办法去 接受我当下的 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就会容易起烦恼 当我是小时候 如果我没办法 接受 我是小时候 我想像大人一样 这样子 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起烦恼 可是当我到了大人的时候 如果我可以接受 我现在的身份角色 我就可以安住在这里 可是如果我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样 起烦恼 起烦恼就是说 我好想回到小时候 或是我好想怎么样 好想怎么样 所以其实 大概就是这样 会发现说 烦恼它并不是固定的 包括说 看自己小时候的烦恼 少年时候的烦恼 或者是出社会之后的烦恼 或者是到我们现在的烦恼 去看到我们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烦恼都怎么样 都不一样 那回过头去想 我们以前这些烦恼 现在看起来又觉得怎么样 好像也还好 好像也还好 所以其实烦恼 它也会不断变化 它的本质是怎么样 是空的 那再回想看看 我们最常因为什么事情而起烦恼 可能是我们想要的要不到 或是我们不想要的因缘 一直来找我们 那这个就是大概 我们最容易起烦恼的原因 想要的要不到 那这个烦恼是来自于什么 一个想要贪求 想要追求的烦恼 那不想要的 有一直靠近我们 这个会让我们起什么烦恼 排斥 或是甚至比较重一点 就是称恨的烦恼 但是不管是贪的烦恼也好 称的烦恼也好 那其实呢 根源都还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想要一个抓取的心 或是没有办法接受 现状的一个状态 那也不了解 其实它是会改变的 只要这个因缘改变 或是我们的心态调整了 这个烦恼也许就不是这么重要 那烦恼在不在 也许还在 但是我们看它的角度不一样了 例如我们学到师父所教的 学到佛托所教的 一些都是变化的 那我只要去练习 面对 练习去接受处理 那如果我学会用这个方法之后 我烦恼会不会减少 也会减少 或者是我直接 大家也许有人就是 很非常顿 非常利根的人 就是我当下就看到 虽然我有烦恼 我也知道自己有烦恼 可是我知道 这个烦恼它会过去 它不会固定浮变 所以我就 就体验它吧 体验体验 会不会慢慢转化 而这个转化 其实它一个关键点 就是在于说 我自己有没有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自己有没有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存在 当接受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我们说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其实 至少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或是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智慧的光明 或者是我们说般若的智慧 那前面也有讲到 为什么会想要来了解这部经典 其实跟这个 都有一个很大的因缘关系存在 那我们知道在 刚才讲到 烦恼的相貌也好 世间的一切相貌也好 它的本质 它的道理都是 缘起而怎么样 因缘合合而有 而本质是怎么样 是空性的 那其实这样子的缘起和空性的道理呢 是从佛陀世尊的教化时代 在阿汉里面就有讲到缘起中道 那到了 般若也是讲到空性 以及假施舍的种种的假明 那龙素菩萨呢 他就是依照缘起中道之理 以及般若所说的空性假明 而成就中论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派 或者说中官派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那在这个论述里面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 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们现在当代世间法 是出世间法都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去看我们的环境 看我们所面临的现象 这个记者大家一定也非常的熟悉 讲到的是什么呢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那其实任何聚集而成的现象呢 或者是这些都是缘起的 那既然是缘起的呢 他就是什么 他给他的一个本子 叫做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上去 但是说他是空呢 这个空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假明啊 只是帮助我们去形容 这个现象 这个变化 那如果你执着有空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怎么样 把它当成是真的了 那所以其实空也是一个假明 那当我们可以同时看到 因缘的所生法 就看到缘起的这一面 缘起现象的这一面 那同时也可以看到 他背后不断变化 无有主宰 因缘合合的这一面的时候呢 同时看到这一面的时候 我就能够比较掌握到 这个中道的意义在里面 那这个是 所以说缘起或是般若智慧 它为什么会在佛法里面是这么重要 那其实讲到这边我们也想到说 在中国对佛法的一个叛教里面 有讲到什么 藏通别远 那中间呢 其实通教的部分 讲的就是什么的理 讲的就是般若的智慧 那其实当初一开始 在藏教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会知道很有次第的一个学习 那到了别远 法福又跳入了一个 顿教的一个学习里面 那中间这个关键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通教这个般若的理 所以会说到它是通前通后 就是通藏教的空力 也是通什么 后面别教 原教的这个理 那所以它是一个共 就是不共外道 的一个 在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知见 好那我们刚才也看到说 我们想要 去降服一些烦恼 那用这个 我们说知道它本质是空 都是因缘聚合而有 这样子的理呢 我们简单给它一个名称是 空的智慧好了 或者说是般若的智慧 那其实这个般若的智慧 它在我们生活中 就可以帮助什么 帮助我们看到 烦恼 我们的念头 其实很多是虚妄不实 为什么说虚妄不实呢 就是举个例来说 可能同样的一个现象 出现的时候呢 每个人看它的角度都不一样 当下我可能觉得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或者是我可能只是看到 一个别人的表情 稍微皱了一下眉头 我就开始在想 是我说错了什么话吗 是它对我没有什么不满吗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去了解 原因的时候 它皱了一下眉头 可能是因为有蚊子叮它 那我们就会 其实那个当下 你就会真的发现说 刚才脑袋里面的那些东西 让自己起烦恼的东西 其实是怎么样 根本就不存在的 就是虚妄不实的 那这是一种 我们说 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假的 假的忘直烦恼好了 那有没有真的忘直烦恼 有啊 就是可能有人真的很讨厌我们 真的不喜欢我们 那跟我们相处的时候 很容易让对方起烦恼 那就像刚才前面有讲到的 我们文书世纪普达大学也没有讲到 可能有人毁谤或是重伤 或是怀疑我们 那也许对方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 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重点是 如果我们能够用 知道这个是它的误解 然后我们不是这么在意的时候呢 其实就算它对我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可是自己心里会不会起烦恼 其实不会 我们甚至会觉得说 就是可能如果大家彼此之间都更有智慧 更有慈悲心的话 那这样子的不愉快可能就不会产生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说 其实我们很纠结 很烦恼的事情 它都是虚妄不实的 都是自己心里或是脑袋里面呢 可能给它更多的力量而造作出来的 那这边呢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状况 了解说 这样子的因缘 第一个 是我无法主导 第二个 这些烦恼的现象 它会变化 第三个 其实这些烦恼呢 是因为很多条件造成的 可能不是光光只有我 造成的 那我先去了解这个状况的时候 当我了解了 我才会比较容易怎么样 放下 好比说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 我们要共同合作一个活动好了 在我们的这个道场里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 如果照我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很好 可是偏偏其他的人不能接受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 自己就会容易起烦恼 起障碍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无法去体会到说 其实这个大众是 是要众因缘合合而成 而不是说只有自己的意见 自我的主张就好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可以主导的 那要放下的是什么 去接受大家的意见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这个 自己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的烦恼 另外就是 我们可能原本我们的这个活动有一定的规划 可能有SOP 我们都很喜欢SOP 但是会不会有不同的条件造成 可能我们要有 例如最简单的 我们会有雨天的备案 我们常常说雨天备案 其实这些备案呢 就是为了要面对当我的这个活动 面临到一些变化的时候 我就有其他的方案可以来解决来处理 所以当我有这个备案出现的时候呢 或者是我就是心里预期的 这件事会有变化的 然后我对这个变化有一些准备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有多一点的 去先去规划它 那我也比较不会在当下有烦恼 另外再来就是 如果我知道说一个活动的完成 或是一个事件的完成 它一定是许多条件造成的 那我可以做的只有什么 我可以做就是我随缘尽力的去做 那至于最后的成果 可能也许不如预期 可能也许也可能是 跟自己想的一样的完美 那我们都要知道说 这个都是众姻缘合合而成 如果成功了 这个荣誉是什么 是大家的 不是我一个人主导的 如果失败了怎么样 那我们就是大家下次再努力 就是接受这样子 然后知道这是许多条件造成的 那如果我们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在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生活中 或是我们在跟人家互动共事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不会容易纠结在那里 这是我们生活中 可以去面对处理的部分 那其实佛法要让我们明白的 不只是生活中的这些烦恼 因为其实我们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们最大的烦恼就是 来自于说 这个要讲得有点长 就是来自于 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身心条件 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包括我们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 成长的过程不一样 那这些不一样是怎么形成的 佛法告诉我们是 过去生我们有造了许多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的 心理上的 我们说善业的行为 可能有善的 有恶的 那这些行为 这些语言 这些动过的念头 都会形成一股力量 然后影响我们 成就我们这一生的相貌 成就我们这一生的心理状态 或是我们的人格 我们的性格 乃至于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人事物 所遇到的环境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生 所做的行为 影响而产生而有的 那就着我现在的身心条件 我现在所拥有的资源 所拥有的环境 我一定又会有许多的行为 语言 念头产生 那这些产生的过程当中 又会形成什么 一股力量 然后让我们产生下一生的 下一期的生命 但是下一期的生命 这股力量所影响下一期的生命是什么 就不一定 我们现在是人 下一期是什么 不知道 佛法中讲到有六道 那我们下一期生命在哪一道 不晓得 那其实我们最大的烦恼 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轮回 就是生命不断的 这样子轮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受着这个 业力的推动 这样子力量的推动 然后呢 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自己可能是 比较迷糊的 然后也不知道 生命的 生命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糊里糊涂 所以常常会有人讲说 我也是不得已的 我也是糊里糊涂 做了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都是 来自于这个力量的影响 而我们自己又无法察觉 那这一生无法察觉 下一生无法察觉 我们就是在 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最大的烦恼 就是什么 就是一直在这样子 三界轮回的一个状况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烦恼 但是我们接触到佛法之后 我们知道原来生命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握 我们去听闻佛法 就是希望自己有 至少有一个觉察力 因为佛陀 这个佛就是一个觉的意思 我们就去觉察 我们的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去觉察说 当我的行为语言 我的起心动念 我要选择的是 让我善的力量比较大 还是要让我恶的力量比较大 那我们学佛法的智慧 就是帮助我们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抉择 所以就是佛法告诉我们 就是看清楚 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原来这样子 不断轮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 有这样子的因缘 有这样子的能力 去帮助自己做一个抉择的 那如果 透过这样子的讯息 我们知道 佛法里面 会先告诉我们 去观察武运 在阿含经里面 叫我们观察武运 观察身心 在心经里面 第一句话也是什么 照见武运皆空 也要是先照见我们的武运 然后去看清楚我们的武运 看清楚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才能去进一步的去看到 诸法的实相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 讲到 佛法很核心 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究竟是什么 那在我这个 范语里面 这我的意思 它其实是 代表的是什么 它有几个特性 单一的 不变的 还有主宰的 就是好像 单一的就是指 它似乎不是 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 是单一因缘 但是其实有没有 这样子的事情呢 没有 那有没有不变的呢 也没有 有没有真的可以完全 自己做主主宰的呢 其实也没有 我们很多的念头 想法 行动 其实有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是 自己的主人 但是其实我们细细去探究 我们往往受了 很多很多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 可能 最近正在看到什么书的影响 就好比选择这部经 也是受到 当时在看的一些 书的一个方向的影响 那或者是 可能也听到别人一些话 语言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以为 可以主宰的我 其实并没有这么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那也会发现说 我们 但是我们就是 执着在 我是可主宰的 我是不变的 我是单一的 所以 有些人就会 包括我自己也都会 有时候就会觉得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好像我的个性就是 不容许被改变 那种感觉 尤其是在跟别人这些 想法上 有些磨合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这样 就会觉得 应该好像要巩固 这个我 才会代表自己是个 有性格的人 我们往往就会 落入在这样子的 一个状况里面 可是我们去 我们学到佛法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其实 其实这个所谓的 我是怎么样 它并不是 不变的 不是可主宰 不是单一的 而是怎么样 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我是不是 可以调整的 是可以调整的 那我怎么调整 也许 这个调整 其实 用比较我们 可以接受的语言 或是现实生活中 可以练习的就是 我可能原本都是 用单一的视角 去看 世间的现象 这个就是好的 这个就是不好的 你超过了这条线 你就是违规了 或者是 你这个 没有按照这个 动线走 这是最大恶极 我们往往就会 把自己框框框在这里 好像世间 就有这个二分法 因为我们都用 单一的视角 就是以为有一个 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 不可改变的视角 去看这个环境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 更广大 更多元的视角 去看我们身边的人 或是我们的环境的时候 其实这个烦恼也会减少 而且它会慢慢从 只专注在 我要怎么样 我想要怎么样 慢慢地可以放掉 而是会去以 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想法去理解它 甚至会 视角更高 可以看到什么 在团体里面 它所可以发挥的功能 在团体里面 它可以发挥的 长处是什么 来看它 其实这是更广的视角 那如果我们可以慢慢地 从自我的视角 慢慢到比较大我的视角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是 在 在佛法的学习上面 我们才是慢慢地说 从我练习到 无我的一个方向 就更寡大的视角 然后放下 更多自私的我 那当我们去 真的去体会到 原来没有所谓 单一不变主宰 真的去体会到 佛法最深的 无我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子刚才说到 生命轮回的现象 它也是什么 如幻如化 只要我们当年一个翻转 一个超越 知道一切如幻如化 那我就可以从 这样子的轮回里面 怎么样 跳脱出来 超越出来 所以其实 波罗所讲到的一个智慧 就是一个超越的智慧 就是不断 对自我来说也是 是不断超越 自我的一个智慧 好 那我们在讲到 这部经的时候呢 其实 自己还是在学习阶段 但是会 尽量我们用 四个 想用四个方向 来跟大家来探讨 就是 其实前面有讲到 就是文书施力菩萨的智慧 那再来 我们进入到 正式进入到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想分享的是 正观如来 利益众生 再来第三是 波罗的空观 因为在这部经里面 其实讲到 蛮多提到 法界 众生界 如来界 这样子一个名词名相 那但是它背后 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最后呢 会分享 一行三昧的这个部分 这个都是到 卷下的时候 会讲到 一行三昧的经文 那也会结合到 圣言师父的 念佛禅观的 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 现在让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是网路上所 所找到的 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敦煌 敦煌禅书 那在 因为这个在 在馆藏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 泛夹装 就是 这古时候 对佛经的一个 保存的方式 有点像 我们说 它不像是金泽本 而是中间会用线 串在一起 那这个 在这一盒里面就是 四六四六 这个编号里面呢 这个里面 它就有藏的 这一部经 如果大家眼睛立一点 可以看到 上面的经文 经体是写着 文书施利所说 般若波罗秘经 跟我们的 导读的经 好像有差两个字 对不对 我们说 待会会跟大家介绍 总的意思 他们其实是 应该说是 同本异议的经文 那 要分享的是说 在这个 这一个 编号 四六四六 这个梵甲状里面 其实 它是五部经 在这个经本里面 这五部经 除了这部经以外 另外还有一本 大家就非常熟悉 就是 维摩杰经 那还有一部 另外三部 也都是跟 禅修 有关的经典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 其实在早期 文书施利所说 波罗波罗秘经 对禅宗的修史来讲 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 那包括说像 禅宗世主 道姓禅师 他也是依照着 文书波罗经 这部经典 然后来 诠释 来教导大家 念佛禅的方法 还有观念 所以在当时 其实这是 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那即使是 像六祖惠人同时 其实神秀大师 他也是 倚重这一部经典 所以在当时呢 这个对禅宗来说 是重要的一部经典 好 我们正式看 他的全名 有点长 对不对 跟前面讲的 差了 差了这个 磨喝两个字 那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文书施利所说 磨喝般若波罗蜜经 因为这个经文很长 我们后面提到的时候 会直接说 文书般若经 那这部经 我们先来看看 其他的经文里面就 经体里面就已经 表达出 这部经的主要核心是什么 包括其实我们在 上一堂课里面 有讲到的 文书施利菩萨的法门 空性的智慧 不二的法门 还有 般若波罗蜜 的这个智慧法门 其实就已经是代表了 它的核心 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经这个意思呢 其实师父就有说过 它就是中国最珍贵 最有道理的书籍 就叫做经 例如我们除了 种种的佛经的名称 会按一个经的名字之外 还有像道德经 还有什么义经 还有呢 这些诗经 这代表说 它在我们这个文化上 是非常珍贵的 它讲的是 很有道理的 称为经 那在印度呢 则称为什么 修多罗 就是像花串一样 好像 那师父是说 就像佛的语言 金玉良影 就像一朵一朵的香花 那对众生是非常有利益的 因此呢 就是在佛经里面 最后一个 这个是通题 都会按上一个金这个字 就代表这是很珍贵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一本书 好 再看 在金明的立体上面 我们说到 有很多 有七种不同的 命题的方式 那有所谓的 单名誉 就是单单只有一个 名称的 例如像什么 微摩节经 它就只有微摩节 这样子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加上经 那也有什么 也有 例如像 我们叫熟悉的 妙法莲华经 它就是什么 它有比喻 把佛法比喻成 珍贵 清净的莲花 妙法莲花 那就是 它有法 然后有一个 避欲这样子 那再来 像这部 文书司令所说 摩赫波罗波罗密经 文书司令所 代表是什么 人 那波罗波罗密 代表是一个法 所以这是用 人法来 来命题的 一部经典 接着我们看 这部经呢 其实有 三种翻译 三种翻译 那我们 这次所要分享的呢 会是 第二种 第一种 第一种 对不起 文书司令所说 摩赫波罗波罗密经 这份两卷 那翻译的人是 曼陀罗先 那 同样的这个范本 翻译出来的 有是 深切波罗所翻译的 文书司令所说 波罗波罗密经 其实他们的内容 大同小异 因为都是用 同一个范文本 翻译出来的 那我们刚才前面看到 这个法国图书馆的 馆藏 所收藏的 这个是 第二本 那另外还有个 第三个翻译是 玄奘法师 所翻译的 但是它出现在 大波罗波罗密经 里面的第七会 曼书司令分 所以有这三种的 译本 那我们看到是说 曼陀罗先 这个译者 其实他是在 梁武帝的时候 我们知道梁武帝 当时很耗耀佛法 布施供养 然后也请了 许多人来 来这个 汉帝翻译 那就 就包括了曼陀罗先 还有刚才所说的 申且婆罗 都是在当时呢 梁武帝的时候 来到了 中国这个地方 那曼陀罗先来呢 他就 他就献贡了 带来了这个 梵文的经典 然后还有 珊瑚的佛像 种种佛像 庄严物等 而且呢 就奉着梁武帝的 这个 奉赐 与申且婆罗 一起来从事 翻译 易经的这个工作 但是在 高僧传里面 也讲到说 其实曼陀罗先 他虽然从事 翻译的工作 但是他的中文 其实 还是有点点 吃力的 他在翻译上 还是有点点 吃力的 他的中文 没有这么好 也是靠着团队 因为有政府的支持 所以把他 翻译出来 那翻了这个 上下两卷 而且翻译之后 换曼陀罗先 往生之后呢 其实申且婆罗 就是就着这个 翻译本 又再翻译一次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刚才所说的 文书施利 所说 波罗 波罗秘经 那这两 两部经 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 第一个 在 申且婆罗 他所翻译的里面 没有一行三昧 这段内容 在里面 但是他的前面呢 有 类似 佛放光说法 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这些 这些 经句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 两者不同 但是 还是以 曼陀罗先的翻译 是比较完整的 那刚才讲到 第三本是 玄奘大师的翻译 那玄奘大师的翻译 和曼陀罗先的翻译 就是比较相近的 只是 可能语言上 他们翻译的 这个用的文字 习惯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在 要更深入去了解 甚至要做这个 经典的这些 不同译本 比对的时候呢 倒是可以比对 曼陀罗先的译本 还有 玄奘大师的译本 去做一些比对 研究 好 那曼陀罗先这个译本呢 是收入在 大宝基金里面 那这大宝基金 也很有意思 他在宝基 如果在大阵仗里面 他是在宝基部里面 底下的大宝基金 这本经呢 他其实是 收入了各种 菩萨修行的法门 以及受祭成佛的经本 把它集合在一起 一个集合的 这种经文 那他每一会每一会呢 也都可以独立来看 像这一部经呢 在大宝基金里面 他好像我记得是 第49会 还是46会 就是文书司令所说 摩赫波罗波罗秘经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 玄奘大师的这个 这一本经典 其实讲到波罗经 系列的经典 我们还是不得不提 玄奘大师所翻译的 大波罗波罗秘经 或是我们简称 大波罗经 那其实在研究这一段的时候呢 也是慢慢看 慢慢看才稍微整理出来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 其实在 玄奘大师的大波罗经里面呢 有分成了十六会 十六会经典 佛陀分别是在四个地方 讲这个波罗系的经典 包括像这部经呢 是在社会国 社会国这边 其宿集孤独园 那想到其宿集孤独园 我们知道 有一部很重要的波罗经典 也是在这边讲的 是哪一部 金刚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也是在这个地方讲的 那所以其实 佛陀在讲波罗系经典的时候 我们说有四个地方 包括 社会国的其宿集孤独园 还有 灵鳩山 还有什么 还有在天上 天上的地方也有讲 那总共有四个地方 第四个就要再查一下 好 那在讲的过 在这个十六会里面呢 我们可以粗粗地去看到说 到底是 因为这个波罗经的翻译 我们知道在中国 它是很早期很早期就被翻来 第一部波罗经是谁翻的 支楼家乘 它在东汉时期 它就翻译了一部 倒行波罗经 那倒行波罗经呢 其实 有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 纠摩罗时的 小品波罗经 那其实对照在这个 大波罗经里面呢 就是在相当于 第四会 八千颂 的这部经 在这个段落里面 那除此之外 倒行波罗经 讲到这个部分 也有想到一个 我觉得 还蛮感人的故事 就是 这是朱世行 当时的一个 朱世行的修行者 他在看到这部经的时候 很欢喜 但是他知道 讲得不够完全 所以就到了 现在的新疆 就是渝田国 想要去求取 更完整 更广大的一个 金本 但是他到那边的时候 好像到那边 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知道自己 没办法回到 中原 所以他就让他的弟子 把这个经文带回来 而他自己就留在当地 其实这个让我看到 也是 非常的感动 都会起鸡皮疙瘩 就看到其实 我们现在可以听闻到 这么丰盛 丰富的佛法 都是 这么多人 历赖祖师也好 或者很多是 默默无名的人 他们把这些 经典的都不断地 让他流传下来 就是一个求法的心 但是现在就很容易 上网YouTube 就可以看到 还可以选 这个法师讲得好 这个法师讲得不好 这样子 还可以做评点 所以其实我们 真的要升起一个 听闻法 一个很珍贵 这样子的心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所要分享 这个文书施利 所说的这个经 其实是出现在 第七会 曼书施利分 同本意义 那刚才也讲到 波德系经典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金刚经 金刚经就莫罗斯 也有翻译 那同时 玄奘大师也有翻译 是在第九会 但它是能断金刚分 这跟大家大概提一下 好 我们再回到 这个经题 摩赫波德波罗蜜 我们先讲波罗蜜 波罗蜜我们知道 它翻译成中文是一个度 这个度 中文看起来 很简单 解释很简单 就是从此案到彼岸 都很简单 那究竟是什么 刚才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最大的烦恼 就是在生死的轮回里面 但是我们要 怎样子能够跳脱 或是超越这样子的生死 那怎样子才能够 度彼岸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 也是大哉问 然后也是 可以让我们不断地去 去思维 然后去 去熏羞的 到底究竟这是 怎么一回事的一个道理 语言文字 很难表达 自己学的也不够 只能 截取这些文字来说明 但是 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候 刚好看到一个 法师他画的一幅画 然后 他这画拿出来的时候 他有我们猜 他的主题是什么 他说跟心经里面的 有一句话有关系 所以我就看到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就问法师说 这画可以借我 当作上课的教材吗 法师有同意 那这幅画是 长期法师所画的 他看到就是 这是他的画 然后他要我猜 他要我们猜 他画的是心经的哪一句话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猜 但是 不然就下次再跟你们讲答案 因为虽然 我们有猜到他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我却发现说 拿到这个地方用 似乎也很适合 我们说度是从此案到彼案 但是又说 一切现象都是如幻如画 其实我们在金刚经里面 也有讲到说 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 法汉非法 或者是假名思舍也好 或者是 就是真正的 真实佛意是什么 我们会常常在这个中间摇摆 究竟是 究竟是什么 那其实佛法上 就说这个就是恶地说 有时候我们会 我们所有的语言文字也好 或是我们有一些分别 差别说也好 我们会说有圣人 有凡夫 有烦恼 有解脱 有佛法 有众生 有生 有灭 我们听闻到这些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有啊 有帮助 我们知道有凡夫 有圣人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要向上 要向上 然后要去学习圣人所说的 去学习佛法所说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 烦恼的众生 我们想要到一个 解脱的彼岸去 好 就像 有波浪 有没有 有海水 有没有 好 有 这个我们常听到 这个 这种开示 有波浪 有海水 好 那这个 这样子的说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有 我们知道我们要 努力的是什么 好 我们需要先 成立一切法 我们有这些 这些法想 而且有这些 世间的伦理 好 我们才能进一步去看到 那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的度 就是有一个此案 有一个彼岸 好 但是 另外还有一种是 所谓的圣意说 好 圣意说 其实它就是 超越 相对的 好 有 有波浪 有海水 有生 有灭 有烦恼 有智慧 还有什么 有佛 有众生 有种种的 不同的 相对的 那这相对 所谓的相对就是什么 它不是不饿的 就是有烦恼和智慧 它是不是饿的 是 海水和波浪 是不是饿的 是 是有分别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分别 这个是好的 但是 更深的意义是说 我们就以 海水和波浪 来讲好了 这个波浪 是因为因缘和合而有 当风大的时候 这波浪就大 没有风的时候 海水是怎么样 一片的平静 可是 其实有波浪也好 没有波浪也好 它的本质都是什么 都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是 在烦恼的状况也好 或是我们稍微 有一点点智慧了 有一点点决心了也好 其实我们 我们的本质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没有离开 这样子的决心 都没有离开 这样子的决心 大海 所以是一种超越于 二元的观念 去看它本质是怎么样 是相同的 所以其实 不生不灭 它根本没有一个 生灭是一个像 但是在像的后面 我们看到它是 不生不灭 清净无然 佛和众生 一不一样 在本质上 也是一样的 不然法华经 不会说 一切众生 都可以成佛 那烦恼和智慧 我们现在 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烦恼的 我们也知道 有时候我们好像 又有点智慧 我们可以去分别 这些不一样 可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说 这个能看到烦恼 能看到智慧的 也都是同样的一个 决心在看到 它的本质也都是一样的 烦恼也好 智慧也好 当下的我可以感受到的 现象也好 都是 缘起 缘灭 都是这样子的理则 在运作的 那所以 这个波罗蜜的度 波罗蜜所说的 从此案到彼案 到底 是真的有一个此案 真的有一个彼案吗 那如果 而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可以去超越 这样子一个二元的对立 如果我们能够 同时看到 这个矛盾的地方 又同时能够 接受这个矛盾 其实某部分来讲 我们在思维上 就是超越的 举一个比较 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 一样是 我们回到我们的 世间法来看 我们在团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说 这个人 他这样子我不喜欢 这个人他有这种个性 我不喜欢 那是因为我们 是看到他一个点 但是 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人他 虽然我们觉得他很自我 可是发现 他的自我 他其实很有创意 他虽然跟大家想法不一样 其实他很有创意 而且 他的创意 其实 可以让我们这个 团体的动力 更活泼 那这样子 我们就是从一个 比较宏观的 从一个总相 来看待 这个现象 在这个总体里面 在这个整体里面 他所呈现的功德是什么 而不是从 别相 他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 有什么不好地方 去这么分清楚的分别出来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们能够 对一个人的看法 能够从 别相 跳脱出来 变成一个超越的 是在总向 比较广大的视角 来看的时候呢 其实 只是 这样子的一个 宏观的看法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最大的 整体的功德 我们看到他的长处 看到他的优点 然后我们善用他的长处 善用他的优点 那对我们整体来说 是加分还是扣分 是加分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 背后的因缘价值观 一定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 超越我们自己所习惯 看到的视角 习惯的价值观 去跳到更高的视角 来看这个总向 来看到这个 就是整体的因缘 如果我们要用 比较一贯的名字 就是去看到这个 整体的因缘 那所以其实这个度 从此案到彼案 其他 我们从 世俗说来讲 有此案到彼案 但是从圣医力来讲 其实 根本都是 一样的 所以既然是一样 他也 无有所得 所以这个 讲到 答案不用下礼拜再揭晓 我们这礼拜揭晓好了 法师说他所画的叫做 无智亦无德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以自己去慢慢地想 好 那我们 这个是简单地介绍 波罗蜜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波罗是什么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 智慧的 智慧的意思 那有怎样子的智慧呢 好 师傅把它分成说 我们的智慧其实有 还是有些层次差别的 有世间的智慧 出世间的智慧 还有世出世间的智慧 就从我们去分别 把这些假名思舍 能分别有道理等等 然后慢慢地 我们怎么去超越 从小小的我到大大我 就是不断地超越 不断地放下 然后最后是从一个 整体的观 然后知道如幻如化 到出世 世出世间的智慧 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现象 这个是波罗·波罗蜜 他所要表达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这边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那下礼拜呢 我们会继续正式地进入到 经文的导读里面 包括刚才前面有讲到 我们把经文分成三个重要的部分 三个重点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正观如来 利益众生 其实这个也是这部经的缘起 那第二个讲到的是 波罗的空观 波罗的空观 它的含义 其实也是包括了 法界一向五向的 这个大菩提心 那最后我们会再分享到 一行三昧的念佛参观 好 那 谢谢大家今天 一起在线上共学 尤其是在文书实力菩萨 圣诞的这个日子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 学习到 也得到文书菩萨的加持 文书菩萨的智慧 与文书菩萨有缘 然后呢 都发大菩提心 终究会成佛 阿弥陀佛